政府说会透过借调纪律部队人员 将会追踪密切接触者外多两层的接触者 要求他们做检测 另外也会继续开展第二轮指定检疫酒店计划 涉及房间稍微减少 政府说不排除疫情有反弹 难言下个月农历新年之前会放宽防疫措施 也会加强追踪密切接触者 未来星期一会借调纪律部队百多人 去到齐德的指挥中心帮忙 变相一共有二百多人做追踪 并且扩展到三层密切接触者 包括是密切接触者的密切接触者 例如在一个办公室里面 例如在一个房间里有一个确诊 接着有密切接触者 可能在一个大楼里面 大家都有共用升降机或者什么 但未必是见过那个人 可能会是一些接触者都不顶 如果时间要很快的话 不是逐个去问的话 可能这个大楼那些 大家或者同层的 大家都立刻做检测 纪律部队当然 偵辑或者问问题 其实他们都有一定的方法 他们有专业的技巧 在个案追踪那里的帮助是很大的 防止输入个案方面 现时由海外抵港的人 要入住36间指定酒店检疫21日 上个月22日计划开展17日以来 有大约6500人入住 平均入住率超过四成 一共有9宗违反检疫令 包括一宗拒绝在机场搭专车 和8宗在酒店里面离开房间 当局说下个月会展开 第二轮指定检疫酒店计划 涉及房间中会减少2000间 去到1万间 并且会增加每晚1000元以下 房价的酒店房 无线电视机者梁卓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